萨玛·图尔克跟他的四个女儿母亲和妹妹住在一间异居室的公寓里 他最大的女儿十二岁 最小的五岁 孩子父亲离开了他们 图尔克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而和他离了婚 他总是无缘无故地打我 人们总在我面前大喊 别打他了 当我打报警热线求助的时候 警察说他们无权干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错误 他们等到丈夫杀死妻子或者孩子受伤了才来介入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更加觉悟到这个问题 在一个对家庭暴力难以启齿的社会里 公开谈论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组织都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但都没有成功 最近一个叫阿巴德的组织就这个问题 寻求宗教人士的帮助 黎巴嫩有17个宗教派别 尽管大多数黎巴嫩人是穆斯林 可是马龙派基督教徒仍然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阿巴德组织希望在电视网络和广告牌上播出这个代表黎巴嫩所有宗教信徒的视频 不过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一种罪恶 上帝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安东尼基迪是阿巴德组织的一名项目协调人 他说 很多人等着这些宗教领袖跟他们分享生活见解 这些人直接传达出一个有利的信息来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 并表达宗教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立场 这点是非常重要 贝鲁特全圣徒教会的牧师纳比尔谢哈迪表示 宗教人士在中东地区比在西方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说 在中东和黎巴嫩 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 宗教领袖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有政治号召力 他们不仅是宗教领袖 而且是社会鼓动力量 黎巴嫩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 像这样的民间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要真正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 需要得到政府和执法部门更多的关注 这种情况才能真正改变